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咱们今天这期啊 这个最近国际的新闻大事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就在10月4日的时候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了52架次的战机 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沦陷地区的防空识别区了 又多了啊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不对罗尼你说错了啊 是56架次不是52架次 待会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把它分为两个来说 确实如果将10月4日的一天 解放军出动的飞机总共的总和架次是56架次 但是我们要把它分开两个说 待会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分开两个说了 首先呢要为大家展示一张航计图 这是台湾方面的匪国防部啊 这个公布出来的航计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航计图 这张是52架次的白天航计图 同时呢我们先展示这张 也就是说呢 在10月4日的凌晨 解放军又来叫台军起床了 我不知道台湾方面有没有起床后啊 做一个士兵来讲 整个带弹是你的侄子 训练四个月 你的战力肯定不够 由全世界最优秀的空军之夜 来帮助你们做练习 这样不挺好啊 你不需要抱着枪睡 因为你是空军 你可以抱着F16睡 衣服都不要脱啊 那你穿个纸成人的纸尿裤 吃饭 也在战机里面吃 不要离开 因为你不知道解放军什么时候来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 最近我们看到啊 解放军呢 不断的在凌晨方向出现 第一个是展示啊夜战的能力 第二个呢 是解放军呢 晚上去操台军 疯狂的操他们 每天操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间点 他会操你 夜袭寡妇村呢 用这种方式呢 让台军感受一下 我很大 你忍忍 所以呢 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啊 我觉得啊 为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啊 加把劲啊 加油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的操台军 狠狠的操他们啊 操到他们身体驱脱为止 那么接下来我们解解释的另外一个一张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航几图呢 是那52下4 当然了 有一些方面说啊 这是应对台湾的 呃 在我本人个人看来呢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的 如此巨大量的批次 单给台湾啊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啊 这个给一个已经在ICU啊 准备这个改部的病人啊 这个给他 这个补药 所以就没有用啊 对于他们来讲啊 他们不配 为什么说他们不配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后面的消息啊 根据的这个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公布的航击图 我们会发现在10月4日的时候啊 最近的这段时间里 其实呢 美国的卡尔文森号 还有里根号 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 三个航母领衔的 美 英 日 荷兰 加拿大 新加坡的这个多国海军演习 在菲律宾海 举行演练 那么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10月4日的下午时分 中国的哨兵卫星呢 捕获了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经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 而且一同出现在巴士海峡的还有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面的CMV22B舰载运输机 这个事情是我们出动如此巨大量批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虽然北京方面在外交部啊 在国防部呢 也没有说过度的强硬的话语 特别特别的硬的那种话语 一般的还都是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回应 但是在这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上 北京方面展现了非常高强度的军事意志和军事态度 那么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一件事情 在10月4日的时候呢 美国方面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也对外对涉台湾问题进行了不当的评论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双重都是北京出动如此巨大量批次的战机 对国际的一个宣誓 也是疯狂的去抽美国的一张脸 而这一下子确实是抽中了 为什么说抽中了呢 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 我准备了还有一系列搜集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为止 北京的这次战略的重大的军事的这种宣誓 确确实实是打在美国的脸上了 为什么现在美国不敢跟中国太过于强硬太过于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确实有求于中国 在就在这个10月同天啊 10月这个4日的时候呢 美国方面把贸易代表戴琪公开的发表讲话 戴琪声称呢 将与中方就经贸问题呢 展开坦率的对话 而这一段采访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分享其中啊 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对话 可以充分的表明了啊 美国方面 现在在贸易方面啊 和中美由于这个美国前总统啊 对于中国这个拉开了这个贸易战之后 对于美国来讲啊 损伤是非常巨大 这个巨部完全统计啊 美国的消费技术协会的主席啊 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啊 就是自打开这个贸易战开始啊 美国民众已经额外承担了 900多亿美元的关税成本啊 不仅仅是这样 而且对于美国的这些贸易商来讲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戴琪的这次讲话呢 对于美国的这些这个贸易协会啊 对于他们来讲 还是相对来讲有点失望的 他们更多期待是美国先把关税降下来 那么戴琪方面怎么说呢啊 软饭还是要硬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太软的话啊 爱登的屁股会被这个共和党给踢爆 所以他也不敢太软啊 我们来看看戴琪说什么 戴琪说美国政府啊 以前对处理对华这个经贸问题的手段 未能解决美方根本关切 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这个非语言信息就是说啊 我们错了 我们失策了 我们本来以为可以把中国按在地上摩擦 结果啊打到自己了 拜登政府呢将寻求以全新全面 这两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务实 啊务实啊 很务实 一说到务实我们就都明白了啊 我们要认识到现阶段实在真实的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以务实的方式呢 处理对华经贸关系 他同时称啊 美国将联合盟友制定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啊 我们都知道美国口中的公平是什么啊 并利用所有的政策工具 保护美国经济 不受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伤害 所以啊 这个公平与不公平啊 这个不是一个普世价值 是美国价值 我说你公平 你就公平 我说你不公平 我用我手里的工具箱 让你公平 这也是美国的这个一项的作法 就好像前几天啊 三星和台积电 你看美国的商务部长人怎么说 啊 我我限你45天之内啊 赶紧把你所有的机密消息给我 当然如果你不给的话 啊 我这里有个行具箱 不是 我这里有个工具箱啊 保准让你体无完肤 啊 不是 保准让你啊 心服口服啊 心悦诚服的啊 把你手里的东西交给我们 这就是我们美国 自由平等啊 民主人权 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美国价值啊 让全世界来感受一下 而戴琪方面呢 就说了啊 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啊 关税豁免程序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了啊 先硬再软 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某些 中国输美商品的加重关税 他还提出啊 美中两国长久共存的概念 寻求开辟改变美中双边的这个外贸 贸易新格局的新路径 其实呢 就说这话啊 就是我这我们准备车了啊 我们不准备打了啊 因为亏钱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后面 也有记者提问啊 问一下这个 你觉得中美脱钩怎么样呢 这个戴琪呢 说啊 全球两大经济体停止贸易 这不现实 哦 原来你也知道啊 美方可能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寻求某种 再挂钩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寻求再挂钩 未来呢 要看看怎么怎么 怎么够个台阶下 而且你要知道啊 中美的这个贸易 贸易协议呢 还需要中方啊 尽快的去落实 当然我们中国方面表示 我们并不着急啊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自己的实际需要啊 同时呢 也要考虑到现在 美国对于我们说话的态度 所以美国先考虑一下 你怎么跟中国好好说话 你觉得单单 如果说到这里的话 你觉得这就是中国又赢了吗 不是的啊 我们也还赢 要赢的还有很多啊 要赢的当然有很多 那在根据台湾的自由时报 有一个报道 也是同时关于这个战机的 因为这次战机呢 说完之后 美国方面并没有过啊 又又又太多的去表态 但是呢 有一些多事的记者呢 就要去问一下美国 你怎么看啊 中国又派 你们说完了之后不好使啊 中国又派了50多架战机来啊 哎呀 我吓死了 不是 我这个 我抗议啊 你给管一管啊 结果呢 这个事情就问到了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那普萨基呢 很有意思的回答啊 普萨基呢表示啊 美方啊 持续中美三个 这个持续维持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障 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啊 坚如磐石 以这个以此维持啊 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 你看到啊 美国方面啊 现在两头都说了啊 我们一方面坚持中美三公报 一方面呢 坚持对台的六项保证和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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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关系法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特别有意思啊 普萨基后面又说了一句话 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 向台清楚表达美方对中共施压 这个胁迫的担忧 我们也会持续紧密的关注情势发展 而且呢 后面又有多事的媒体问了一下啊 您这个50架战机 这怎么回事 这个北京 这好 他看不起你啊 你不应该回应一下吗 普萨基呢 又回答说啊 我们也有在私下接触哟 透过外交管道明确传达信息哟 这或许啊 这是最适当的场合 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明白了吧 什么叫 结合之前戴琪说的一句话 什么叫巫师 哈哈 你看到了 台湾呢 他就是一个 飞机杯啊 哈哈 这个飞机杯呢 他只在中国想要把台湾当作杠杆 撬动大陆 给大陆骚扰的时候 当然我们再要说一点 中国大陆北京除了表现在军事层面的 坚决的这个北京意志之外 还要透露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一系列的 不管是欧洲方面的操作 澳洲方面的操作 还有美国方面的一系列操作 都在狂打台湾牌 这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效应 也就是说什么呢 北京因为台湾方面的一系列的 节外生枝的事件 导致北京在外交成本和政治成本上 其实付出也是相当的多的 这个对于北京来讲是不乐见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北京方面希望释放更加强烈的信号 让起全世界看到 关于如果谁党敢动台湾问题 那么最终的结果 北京将以军事方线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是绝不退缩的 包括之前的 不管是驻美大使秦刚 还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递给的美方的三底线两清单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要说一说匪外交部了 台湾方面的匪外交部呢 匪外交部长胡钊燮 这个坐不住了 其实呢 那个一直以来啊 台湾方面是很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吴钊燮也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形势 所以吴钊燮呢 他不去找美国了 我找澳大利亚 那吴钊燮呢 在10月4日的时候呢 接受了澳洲广播公司的这个采访 开始呢 跟这个澳洲去扑速 我们要加CPTPP啊 请你来帮我感谢你的支持啊 而且呢 我希望跟你有合作啊 你去告诉美国爸爸 还有英国爷爷啊 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吧 把我这些父爸爸们找来帮我呀 你们都是我的父亲们 不管是亲爹 还是野爹 还是我认的干爹 都可以啊 当然了 对于这个 澳大利亚啊 北外交部的外交部长呢 吴钊燮呢 对于澳大利亚方面的这个钢门护理啊 用用他的嘴啊 为他们做的这个钢门护理做的还是相当的舒坦的 当然也没少花钱啊 同时呢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件另外一件事情啊 除了啊 匪外交部呢 除了为这个 澳大利亚方面 做钢门护理之外 也为日本做了很相当深度的钢门护理和清洁工作 也就是说呢 在不管是在九月九月底的时候 这个我国台湾的匪外交部 对于这个岸田文雄啊 当选这个自民党党总裁就开始一顿狂舔啊 之后又在这个十月四日的时候呢 庆祝岸田文雄啊 当选日本的这个内阁总理大臣 那在某种程度上啊 我们自然要去日本的外务省看一看了啊 看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啊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日本方面在官方并没有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给台湾的这一顿局部护理啊 给予一个鼓励啊 你舔的很爽啊 我我很干净了啊 我不需要擦了啊 我这个接下来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相信台湾还一定会疯狂的去舔制的啊 为这个日本去清洁 但是寻求美国的帮助 我觉得在短时期之内可能不会成型 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的这个讲话 包括未来中美之间 特别是10月份欧洲议会大会 包括在未来的这个期间 美国方面需要在气候变化上寻求到中国的合作 这件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会影响未来的情况发生 当然你说变数可不可能存在 我觉得还是可能存在 同时呢我们来持续的关注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